这些人都不在乎 你要杀总田 是因为九战区没有做好战事准备 对不对 不对 还说不对 别忘了我们九一八师 也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情报和谣言 本身就难以辨别 这个情报只有我们师长和我知道 他说 大家都是打鬼子的队伍 所以对于这个情报一定要严密封锁 杀总田 比进监狱更难 如果你真的要一一孤行的话 我会把你的意图告诉五仙明 我做得出 除非你杀死我 还有一个办法 你跟我交底 我帮你 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去送死吗 死得其所 我这趟来的确是为总田宫来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总田宫 他现在马上就要升大将了 别说你我 就连普通的日本军官都没有办法接近他 我们是没有办法接近 但是有人能 你是五仙明 他还能帮你去杀总田 一想天开 那看能不能把他逼到这个份上 现在日本人已经开始怀疑他 那他在救人这个事件上 做手脚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他为什么动手脚 其货可拒罢了 五仙明如果真想救人的话 早就应该把人交给我了 但是敢怀疑五仙明的人 也并非是等贤之辈 在华中地区 只有九头鸟有这个胆量 九头鸟在荆州敢对五仙明下手 无非上的身后有总田工这个后台 你要我做什么 跟我配合 火上交友 把五仙明比条强 九头鸟 何edy元队长见鬼了 吴队长 这哪发财的了 我们是市长 设斩师阿部队去了 刚回来 老使回来了 你跟他说 等我忙这两天 找他吃个便饭 是 是 我一定说 知道了 知道还不走 这个狗 废话 种田军长的狗 借我玩两天 还不走 什么 你看见谁了 伍建平啊 不可能啊 房景斋能放了他 市长 我真看见了 我也了解了 据说是 警卫师团长 用了二十万的斤粮食 把他换回来的 你这个情报是怎么高的 你到现在才知道 市长 那个时候 我不是跟你在山上 施大部队呢吗 这可怎么好 这可怎么好 市长 我先能说了 过去这儿要叫你吃饭呢 滚 滚哪 滚哪 好 好 就这么逃了 我不甘心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得罪了武先鸣那个杂种 那个混世魔王 他是个混世魔王 他能放得过我 我把他招给房进斋 是想把他置于死地的 是市长 是你 武林是你带走的 实际上收拾这么些东西 准备讨弹了 你是什么人 你的救命恩人 不是黄军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关键我跟你恨同样的人 你跟武先鸣也有仇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要是帮你平安地度过这一关 你自然会相信我 你说说看 市市长 我想问你 这武先鸣这么跋扈 他背后靠的是谁啊 自然是禁卫师团长 市市长 这禁卫师团长一手遮不了田 可是你知道 总田军长把他的稿 都给了武先鸣 市市长 难道你在总田军长新闻当中 连条狗的地位都不弱 你这是怎么说话 滚出去 市市长 据胡寡复指证说 是你陷害了武先鸣啊 是 是是是是是 有这么回事 那胡寡复和武先鸣究竟是什么关系 老乡好 日本人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既然这样的话 他胡寡复说 是你陷害了武先鸣 你为什么不能反咬他一口呢 说你是被他胡寡复陷害的 你要知道 你跟他之间有杀夫之仇啊 那有什么用的 就算把胡寡复杀了 武先鸣那个狗杂重能饶得了我 市市长 你真是聪明于是糊涂一时啊 我有一个免费的情报给你 武先鸣不是说 是你把他交给房进斋的吗 你让九头鸣去了解一下 看看房进斋 究竟有没有胜过武先鸣 市市长 日本人在荆州这盘棋上 你可是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按照我的推算 总天宫一定会亲自来视察你的方位区 那可是你讨假还假的好机会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重要的机密 是你 是你 你就是那个冒充马腾混进军事会议的人 马腾是你 你好大的胆子啊 日本人到处在通缉你 你知不知道你还敢来荆州 那市市场完全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去请 但是只怕你和房进斋自己街头的事儿 怕是保不住了 这位兄弟 我这叫你马兄吧 时髦平成最终一个义字 我听你的 史市长为什么还没到 报告室团长 这个不知道 他不来进展如何检约 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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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충家 冤枉了 冤枉了 政府的信案 这叫咱火 牛角 不起 我终于皇军 有人要害我兄弟 什么人 五神明 石市长 你说武队长有意陷害你 可是上次那个胡寡妇 说你陷害武队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石市长 既然你向军长喊人呐 我就告辞 千万不必 金卫士团长 我对您是最信任了 您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 有军长在就足够 军长 告辞 军长 我为了投效皇军曾经杀过胡寡妇的丈夫 这事你说过了 所以说胡寡妇他要陷害我吗 可你控告的是武队长 军长 您想想看 如果没有说武先鸣在背后撑腰 这个胡寡妇敢在皇军面前说三道四吗 胡寡妇说 我把武先鸣交到了房进斋的手里 这事太好办了 您可以派人查一查 武先鸣有没有落到房进斋的手里 如果说武先鸣确实落到过房进斋的手里 我认栽 如果说没有 您想想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史维远 总是手术了断 可是金卫军跟我说 他不是相当于三国中的旅户吗 是 维远也很像 史维远与武先鸣相比 谁更有用 当然是史维远了 他是胡匪出身 非常擅长在胡刹地带作战 是我们队友房进斋的一张王牌 那么现在史维远状告武先鸣 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想听听金卫军的高见 请军长秉公处置 我不会盲目相信谁 我已经派人前往洪湖调查 如果武先鸣没有落到过房进斋手里 那么我就不得不相信 他是为了帮助那个胡寡妇 而陷害史维远 好 我听从军长的调查结果 怎么回事 武俊 军长的意思 说最近金州不太平 让我们对武队长严加保护 那一军长的意思 哪开的呢 办公室里最安全 好 麻烦贡本军到馆子给我端两个菜 愿意为武军效劳 您是 您好 胡您是 您好 好笑人的称呼 那我 您好笑人的称呼 那我该称您为先生了 那你就叫我魏先生吧 我是武先鸣的朋友 说吧什么事 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面 至爱亲朋 盖不奢欠 武先鸣有难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好吧 当我什么都没说 等等 远来失客 喝杯茶再走 让我做什么 让我做什么 武先鸣是被史微远陷害的 若是杀史微远 我一文钱都不收 但是要等待时机 杀史微远没有用 那杀谁 总田公 你八成是疯了吧 武先鸣在总田公的手里啊 总田公 怕是中将吧 嗯 马上就识大将了 那你知道 要杀一个日本大将 是什么价码吗 我不用问价码 那看来你是有钱没处花 是大财主了 那你为什么不问价码 因为我根本没有钱 我看你这个人啊 八成应该找个来 在郎中看一看 武先鸣是敬畏师团长的红人 敬畏师他为儿子 一个史微远能搬得动吗 这样吧 我明天再来找你吧 怎么了 泰君 我怕你们武队长把我给忘了 我来看看他不行吗 武队长不在 怎么会呢 是他约我到这儿来的 郭本娟 你要棒打鸳鸯啊 没有 我是怕打扰武队长您休息 胡大姐 进屋吧 泰君 你们日本人的规矩 是二对一是吧 哎呀 你们日本娘们可真行 我们中国女人啊 可不敢那么没廉耻 要是你们日本人不讲究朋友期不可戏的话 那我一会儿过来陪你啊 检查一下 不是 半天啊 几次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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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荒谜大佐派去洪湖秘密调查五千名事件的人发来密电 据他们调查 没有迹象表明 五千名曾经落入过房境呆的手中 报告 怎么说那二十万斤粮食是五千名包房境呆从皇军手中骗过去的 这个五千名良心太坏 等警 你亲自去把他抓起来 等我从南京回来以后调查处置 军长 师团长那里 等警 凡是运送粮食军火等违禁物资进入九一八十房区的 应该如何处置 子弹超过一颗 粮食超过一两成 枪举 那么五千名私通房禁斋骗走二十万斤粮食应该如何处置 有谁能够谈回来老他 是 胡大姐 你昨天晚上见的那个人一定是费药阳 这个人是什么人 我的一个老同学 那就好 好什么好 这次的事情一定是他设计陷害我 他可比史卫远厉害多了 那既然你们俩是老同学 那他为什么要置你于死地呢 节犬废摇 各为其主备 那么他的条件 胡大姐 总田军长防卫森严 你怎么可能下手 记住 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薇奥阳的条件 大将是日本人的最高军衔 只要你下手 不管成不成功 都会满门超战 我寡妇人家一个 无论是全家还是满门 横竖都是我一个人 你怎么不知道天高地高 你可我要吕东斌啊你 郭本军 没想到你还有清房的时候 放手 参谋长都下来了 不 这里不安全 你得换个地方 多谢参谋长 我就不信了 你是柳夏慧在身 真能坐怀不乱吗 慢着 你忘了 你昨天在我这儿喝过一杯茶 不对了 正好说到这儿嘴巴渴 可不可以再给一杯水喝 我胡寡妇的断肠茶 哪用得着喝两杯 就算你是水牛 一杯就够 不过三日肯定会发作 你要杀我就等于自身 活着才是最美好的事情 我不是柳夏慧 如果胡女士认为自己比照片上这个女孩子漂亮 那你刚才做的也不算是无用功 是个外国人 长得挺漂亮的 你老婆呀 我都未婚妻 她今天跟我说一句话 活着是最美好的事情 你老婆呀 我都未婚妻 她今天跟我说一句话 活着是最美好的事情 我都未婚妻 活着了 我在这儿先跟你鞠个躬 她在大西洋上遭到了德国人的鱼雷 早就葬身大害了 听说你是六占区的人 胡女士 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你说如果把你交给日本人 能不能换来武先民一条命呢 如果这事你不帮我 咱们还可以商量 但是如果你把我交给日本人 那我在死之前 也一定要除掉一个汉奸 你敢按按钮 我信你可以试一下 何必这么剑拔弩张呢 给你解药 你不怕是三不倒的烈心毒药吗 干我们这行的 早就暴动了 对国家捐取的决心 好 我信你 解药你也吃了 那咱们俩就一拍两散了 你不救武先民吗 我跟他只有交易 我冒死去救他 我傻呀 那好吧 算我看错人了 何女士 如果你还需要找我的话 你就按照这个地址找就好了 你也负起百人 这就是武先民的买命钱 你也负起百人 你也负起百人 这就是武先民的买命钱 总田工这两天恐怕就要去南京了 现在总田工 顾忌不了武先民的事情 但是等他一回来 一定会大开杀戒的 你这个人 一不好测二不贪财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没意思 所以我也不怕死 怎么才能接近总田工 你不是有慢性毒药吗 有啊 可不可以 杀人于无形 只要能够接近他 把药粉引人就可以了 好 那我带你去见武先民 可是 他已经被关起来了呀 没关系 我有办法 魏兄 万县长 魏兄有何会干 这次来有一个小事情 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万镇长 在荆州宪兵队的监狱里 有没有内线呢 没有 万兄神通广大 你这么说就过谦了 若是没有内线 怎么一枪未发 就把冯礼二位长官 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了呢 拜比 拜比 不足一提 怕是长官步步这么认为吧 虽然两位长官已经殉格了 但总比落在一位水里前 两害相权取其亲 万兄仍然是齐功一箭的 数据不嫌惨略的话 怕是高深在望 不敢当 今后咱们就是同僚 还请万修援手 冯礼二位长官已经兴起了 魏兄还要打入监狱 还有什么隐情 是我一个亲戚被押入狱 我跟他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纯属私事 本站在监狱确实没有了 不过 倒可以帮你临时收买一两个看守 不知是否刊当重任 有了万兄 魏队长 这是一家里人带来的东西 欧阳 来人 我要进古本大位 参谋长 我知道为什么对手 能够轻易结局成功 你说 监狱里有奸细 这能说明什么 这是湘西的一种毒药 俗成蛊毒 有人让我用它毒死种的 真的吗 参谋长如果不信 可以拿去化验 什么让给你的 一个看守 我可以指认 我相信古本队长 可以让他开口 军长 监团长 化验结果出来了 的确是非常厉害的毒药 我这种东西 监狱里居然有重庆分子 你不让武仙明插手居然越弄越糟 报告军长 这个奸细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掌握之中 那么那个人把毒药交给了五千名 让他去谋害仲田军长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是想看看 我们是想看看 武队长的反应 现在看到了吗 看到了 马上审讯那个重庆分子 要是你没办法让他开口 我让武队长接手 我有办法 把他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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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师团长 线细已经召控了你 他的确是长江工作站的情报证员 而且他愿意与我们合作 军长阁下 事实证明 武仙明对我们还是非常忠诚的 可是他却为房进斋 变走了二十万金两时 是 不过这个人一直在敌后工作 给自己留点后路 也是人之常情 这个人我要亲自审问 是 混律师 武仙明不但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 反而出卖了我们长江工作站的一名内线 那是为什么 看样子这个人 是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随他去吧 也非常感谢你和我们合作 不客气 再见 我 你为什么要陷害史维远 参谋长 我从九一八十回来之后 有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我是被史维远出卖 你的确不是说过 可是你的相好说过 黄军也知道 那个女人和史维远有杀夫之仇 她是为了借黄军之手 官保私仇 可是粮食是怎么回事 粮食是我向黄军要的吗 也是那个女人 也是那个女人 她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从黄军这里给房进斋弄两世 因为那个女人爱财如命 那么你究竟有没有落到房进斋的手 没有 不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可是为什么你回来 不向禁卫师团长说明情况 粮食都被骗走了 难道要我赔给黄军吗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落到房进斋的手里 你去了哪里 还是因为那个女人 她绑架了我 她能绑架你 我总不能和女人睡觉的时候 都握着枪吧 我 黄军依然可以信任你 但前提是 你要把那个女人抓到这里 否则就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是 不会是给我测极凶的吧 你怎么出来了 是人是鬼啊 还得谢谢姐姐给我找了个看守当提死鬼 日本人把我给放了 又欠下一条人命吧 反正都欠了那么多条了 也不在乎多一个 他们没有追下毒药的来历吗 查到那个看守就断了 长江工作站的人 从来是不该问的不多问 那你怎么歇我呀 这不是来请你吃饭了吗 一顿饭就打发了呀 那再陪你睡一下行吗 玩笑归玩笑 你这条狗命值不值二十条金子呀 你说值就值 何师傅账 这不是给你备下了 走吧 那为什么不带来呀 春心一荡漾就把这事给忘了 我哪想到姐姐跟相好的也能收钱呢 行了行了 我看你是能省就省吧 没想到这也逃不过姐姐的法眼 走吧 你先进去等我吧 胡军 你先进去等我吧 肯定琪 小心了 这个女人回去避き 衫 医院 妈她靦 最后点布 晓录 会在我阮 GM 输 总杰军长有请 为什么要从皇军手里骗走粮食 太适合了 您听好了 那是房敬斋逼我干的 那么吴队长究竟有没有落到房敬斋手里 他是骗人的 他想跟我合谋讨房敬斋的欢欣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 先把他押一下 军长 你看 看来吴仙明这个人还是可以信任的 胡寡妇这么处置 将毕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考察一下吴仙明 卉兄 情况紧急你赶快走吧 怎么了一出 吴仙明已经恢复自由了 这正常啊 他如果不恢复自由的话 怎么接近总天宫 可是他一出来就涉圈道抓住了胡寡妇 情报可靠吗 绝对可靠 他不仅出卖了胡寡妇 还出卖了那个为他传递毒药的内线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个朋友是日均 住荆州野战医院的化验员 他说今天工本大尉拿出一包香烟让他化验 说是吴仙明叫出来的 结果证明香烟中有剧毒 看要做吴仙明是要死心塌地的 给日本人卖命了 所以他下一步一定是来抓你 卉兄 事不宜迟 不会的 你对这种人还抱有幻想 一出 吴仙明 吴仙明可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现在战局胜负难以预料 他一定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 也就是说 他会留下一些交换的资本的 可他连胡寡妇都出卖了 其实吴仙明并不看重 和胡寡妇之间这段 陆水姻缘 你别看我胡寡妇 三角九六什么人都认识 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后台 而我不一样 我身后可是国民政府 我相信他不敢把事情做绝 再说了 他如果真的要来抓我的话 早就要来了 还是卉兄最了解我 卉兄 太不仗义了吧 居然串通史未远 设下圈套陷害我 你说什么事能陷害得了你 你虽然不仁 我不能不义 回恩师去了 我负责护送 不用了 我想在这儿再盘缓几日 还想打总前军长的主意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显明 现在日本人是全球公敌 你认为他一个弹文之地 能与美英中苏 诸大国抗衡吗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日本人要是战败了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吴仙明 你现在回头还不算完 许初 我都不明白了 咱们三个都是同窗 你干嘛总是帮他陷害我 魏大义 我看未必 吴晓阳 你到底走是不走 怎么了 准备图穷避现了吗 这是庇护所 我绝不会在这儿动手 不过你做了初一 我不能不做十五 你可以不走 不过只要你敢走出 教堂大门半步 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那好 那我就自求多福吧 你也一样 你有本事 你现在就抓着去邀功啊 你们这些人 怎么一点信也不讲了 这是咱们三方 共同认定的庇护所 难道我吴仙明说话就是放屁 你们好得为之吧 还有 再告诉你们一句 打我吴仙明的主意 你们找错人了 雷兄 怎么办 他既然承认这儿是庇护所 那就证明他不想把事情做绝 但是事关重大 我们不得不对他绝情 这出戏还得唱下去 你等于被他软禁在这儿 谁在登场 长江工作站 怎么又扯上长江工作站了 你问得太多了 你问得太多了 好 我问了 一出 你救过五千名的命 这个人假利器 而且又是大男子主义 所以他一定不会为难你的 你设法要让长江工作站的人知道 冯丽二人并没有训过 这出戏 就自然能够撑下去 这好说 嗯 这说明长江工作站里 一定有人不希望两位长官活着 如果他们知道没有得手 那么就会继续采取行动 无疑就会加重对五千名的压力 我这样的信息 我这样的信息 你一定会加重对五千名的压力 要求你多一千名的压力 我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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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接受一下 我这样的信息 我这样的信息 有一种自由 有一种自由 叫做孤独 他在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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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叫做仓库 它让我心动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叫做迷惘 它在我不眠夜里飞翔 有一种永恒叫做悲伤 它让我奔跑不会入笑 有一种自由叫做孤独 它在我一生中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叫做仓库 它让我心动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叫做迷惘 它让我奔跑 它在我不眠夜里飞翔 有一种梦想叫做悲伤 它让我奔跑无悔路上 它让我傻熟 它让我看见 它让我奔跑 它让我添加那我们